从远处看龙卷风范围相当广 威力强大横扫整个地区 美国伊利诺州周六 罕见遭22个龙卷风袭击 破坏力惊人重创泰勒维尔市 造成约1万户停电 抢修到目前 还有至少2000户无电可用 屋顶几乎快要被吹先 龙卷风袭击小镇上一处汽车场 数百辆经典古董车损毁损失惨重 接二连三龙卷风来袭 造成伊利诺州上百栋建筑受损 还传出有民众受困 家园物品四散 民众彻夜在残骸中寻找仅存家当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周日当地可能会有一波降雨和降雪 将更增加救援困难 大家新闻洋情编